看完这部新加坡的电影的话 我就觉得比其他新加坡电影来的更有深度 更有感触 里面的故事也给我了解到 做孝子的过程是不简单 所以我们凡事都是要感谢我们的父母 还是回家看妈妈有时间的话 然后我也希望也鼓励大家也看这部电影来一起分享 可能我觉得它是除了欢笑之一 也是有那个孝顺的那个意义 所以在这个双清节 大家就记得去看我是孝子